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楓 今天又到了我們來介紹我們UB印刷設備的時間囉 今天正楓要跟各位介紹 我們UB印刷設備印製的時間以及還有它的速度 還有再來最重要的是我們印製的耗末量喔 所以等一下我會三台同時印刷 來三台同時來做測試喔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3042UB直噴機 以及我們6090B雙頭直噴機 再來是6090T三頭直噴機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它印製的過程吧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基本上已經讓我們三台機器開始運作 那我所印製的大小是30x42A3的範圍 那我上面印的圖是我們顏色表 顏色表可以做什麼呢? 顏色表其實我們在做校色、錐色 我們都可以靠顏色表來給客戶做對色喔 那等一下會跟各位講我們A3大小每一台的印製速度 以及它的耗末量喔 那我們趕快來看下去吧 那基本上我們剛才已經印製完成3042這個尺寸的大小喔 那大家應該很想知道說 我們所消耗的總墨量有多少CC 那這個CC數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軟體來幫我們算出來喔 那基本上它所消耗的墨量總共是1.73CC 那最多當然是因為我們鋪白筆 我們白筆就剩了我們1CC喔 那其他墨量加起來大概1.73ml而已喔 那大家應該想知道說我們剛才這三台印製的時間 哪一台最快 那我們來公布答案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公布我們每一台設備印製所消耗的時間 那在公布之前呢 我先來跟各位說 我們每一個參數設定都是設定的樣刀 我們解析度設定 720×1080 那所使用的都是用雙向打印 對 那我們先來公布我們UV304的直噴機所消耗的時間 它所消耗的時間呢 是10分1秒 對 那它是使用單顆噴頭 EPSONDX5五代頭來做印刷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6090B的時間吧 那我們6090B 它所採用的噴頭是我們的EPSON五代頭 但是它是使用兩顆五代頭喔 那它所印製的時間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其實呢 它印製的時間是3分54秒 比我們剛才呢 304的直噴機單顆噴頭的 快的一倍又多印的時間喔 那這一台呢 時間是我們現在最快的喔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三顆噴頭 不一樣噴頭的直噴機的時間吧 好 那最後一台呢 這台是我們6090T 那它基本上呢 噴頭跟我們前面兩台介紹的噴頭 不一樣的喔 它所使用的是EPSON XB600噴頭 那它基本上呢 搭載了三顆噴頭 但是呢 我們現在印的是白彩空噴 所以它也只使用了兩顆噴頭在印刷 那它印刷的時間呢 所消耗的是5分40秒喔 那我們一樣使用720x1080的解析度 那一樣是用雙向打印喔 當然啦 最快的設備還是用我們的6090B 相對來說會比較快喔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來測試一個滿版的印刷 我們將兩台6090系列 印製6090滿版的時間 以及它的耗末量喔 那我們看下去吧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將我們圖發去印製囉 我們設定的參數一樣是720x1080接析度 那是用雙向打印 印製的圖檔大小呢 我們設定的是60x90公分喔 那一樣白彩空噴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印製過程 以及等一下會公布它的印製時間 以及它的耗末量喔 好 那我們剛才呢 印製我們6090這種大小圖檔呢 已經印製完成了喔 那我們所消耗的末量呢 只消耗我們6.5CC喔 是不是非常的省呢 那我們先來公布一下 我們6090B所印製的時間 它所消耗的時間是10分如11秒 那再來啊 6090T呢 它一樣是用X2%的 所以它印製的時間是17分48秒喔 那我們解析度呢 跟我們的雙向打印都是設定一樣 隨著我們720x1080的這個解析度喔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今天所用UVG來印製時間 以及消耗的波量跟各位的介紹 那大家想要看我下次要介紹什麼的 趕快來跟我們說喔